淘寶開箱來了 我只能在這邊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豬屋主的話 千萬不要買太多東西 因為搬家你會死掉 我現在完全不想講話 我已經搬家搬了一個禮拜了 然後因為明天東西都要搬來我們這個新家 我現在在新家 搬來新家 所以我就沒有時間開這些包裹給大家看 但是我想說大家一定會很好奇我買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真的是 大家也知道就是購物狂的革新 所以呢這一次 我是今年2023年尾才學會淘寶集運的 然後一學會之後呢 哇整個停不下來 你就知道 我整個已經快要把整個狀況費都花在淘寶上面了 12月我後面才開始趕下單 想說送來這裡 所以這是12月 大概不到一個月的包裹 然後我現在其實後面還有兩三單 有快五六十公斤的包裹在海上 那算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明天就要搬家了 我現在整個包攬 因為我們剛搬完家過來 要忙忙的過來開包裹給大家看 所以就先開這一批的包裹給大家看 看一下我買了什麼 然後如果有好用的話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開囉 因為聖誕節沒有人約我交換禮物 我就自己買禮物來開 好不好好可憐喔 好吧那今天也是一起來這個 來看我開包裹嗎 好快就完成了 好你們包裹看一下 買的合不合理 需不需要在這個環境 我整個大包包 我的天啊 好了就在黃大哥好不好 黃大哥開包裹 OMG好漂亮喔 這是什麼 墊子 喔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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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兩萬塊三萬在淘寶上面 買我們這次家裡的東西 一個客廳的邊說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墊子 就是可以讓 荷包蛋在裡面的 這個家裡如果你有養一些 進去 你看 剛剛好耶 我跟你講他們會喜歡一些 就是暗暗的小角落那種 客廳也製造一個空間讓它在裡面 然後我又學剛好學一個編輯 買的合理吧 而且要荷包的那種身形 不然就貓咪了 進去 你看它就會喜歡躲在裡面 你以後媽媽家裡有客人的時候 你就是在這個社子的家喔 就是媽媽有時候床上有一個維修啊 對不對 欸它上面的這個木頭是石心的 還蠻扎實的 1200 可以吧 可以 而且它的質感是好的 而且它的 它連旁邊這些塑膠 就是它感覺是貴的 對 霧面的塑膠 先幫我放旁邊 大宗的喔 但是大家集運的話 淘寶的話還是要看那個評價 因為那個水電師傅 就跟我說那個掛鉤的螺絲 跟那個配件不太合 他說你試試買淘寶的 我說欸被抓到了 大家還是要下單的時候 我覺得多去看一下評價 會比較好 我是後期才開始會看評價 我前期都沒有在看 所以我就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有室內拖鞋囉 我買了非常多雙 大家室內拖鞋的通閉 就是全部都買一樣花色的 然後每次說哪一雙是哪一雙 找來有去 所以我這一次我想說 我們家的室內拖鞋 每一雙都要不同的 然後每個客人都可以穿自己 喜歡的室內拖鞋 這個是這個淘寶手葉推薦給我的 第一雙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OMG麻將的室內拖鞋 第二雙更可愛了 狗狗的室內拖鞋 這個可以演 這個是超可愛的 沒有 我有買男生女生的尺寸 可是這個奔貝好不好看到 他我以為是好的東西 不是 不是 不行 沒有他們一雙都才不到50塊台幣吧 而且你看他的做工 你看一下他的做工 他是有質感的欸 對啊 而且基本的斑馬的 想說有些人會比較燒 還有黑白小狗的 特別很可愛 這是男生的 這比較大 而且看這個毛茸茸的 這很舒服欸 便宜就可以幹嘛 正面也要是不是 沒有 因為他的這個灰色蠻會掉 然後他黑色蠻會吃嘛 所以上面看起來會髒髒的 好了沒關係 很便宜 便宜就要兩三個月 對啊半年的話就要換一次了 一雙18塊人民幣 我這五雙買下來是419塊 叫做屍骨德旗艦店 我先截圖 我幫我們截圖 截圖給你們放 當然不推薦喔 不是說我推薦你們去買這個 是我在哪裡買的 如果你們覺得 喔你們也想買 因為我沒有幫他們掛保證喔 好不好 就是我在哪裡買的我告訴你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直接 喔他們的爆准是直接讓你真空的 然後來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套 我買了很多個淡花紋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很有質感 然後這種的 是不是 因為我們家比較屬於暗黑 就是有點工業風 所以我都買一些這種花紋比較深色的 然後300台幣 OK吧 它打開它就鬆氣了 很舒服欸 這樣子 它兩個是800塊 到400 一個有400 有質感的爆枕 OK吧 你看媽媽睡覺的地方 抱枕這就算小貴了 其實不是說淘寶都是很便宜 但是 它也有它自己的設計師款 我也不是說全部都要剪最便宜 啊 這都廚房用品了 撈麵撈水餃的 Oh my god 我買的筷子很漂亮欸 對不對 木頭的 湯匙 都是木紋的 木頭的餐包 欸你看這個 給誰用 給我啊 蛤 你的不是這種 沒有錯 你看你用蛋就拔 我們用這個一口吃了五顆水餃呢 Oh my god 這個是我的衛生紙盒 我買了很多個 大概你們一人可以送一個 衛生紙啊 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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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就是廉價的 對啊這樣 然後扣起來 好不好 後面發現我不喜歡買那種硬盒 因為它只要掉下去 或什麼很容易滑掉 會 因為衛生紙要拿來拿去的 很容易摔去的 所以我覺得 軟軟的這種就好了 可能到後期 我也不會用它了 對 我買了各種顏色 兩支玻璃的湯匙耶 很有質感耶 有質感 紫米粥什麼的 紫米粥 你只會喝喝辣湯 喝辣湯 三支耶 三個顏色耶 看 很有質感耶 而且我覺得其實 他們的包裝都算用心耶 咖啡杯啦 這感覺喝飲料也蠻爽的 剛剛那一組 日式陶瓷勺子 三支 十九塊人民幣 不到一百塊 這把木塊 十六塊 Hot人民幣 乘以五 然後那個杯子 兩個 十八塊 不到一百塊耶 然後這個衛生紙套一個是十塊錢人民幣 而且它這個杯子 我記得在台灣的哪個店家有看過 你知道嗎 一個要兩百 對他們一根賣兩三百 這個一根賣一百八都可以耶 我們去批來賣啊 很夠啊 台灣 我現在已經不相信台灣店家了 除非它是自己設計師品牌 自己家裡做的 不然你們都去批貨的啦 都知道 好啦 這包裝的 就是 放碗盤的價值 然後下面有個集水的托盤 這個就不用特別講了吧 這個都是必需品吧 我不是亂買齁 這個是新家必需品 欸 Let's go 他已經在當自己房間在睡覺了耶 好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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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 我感覺好像買到雷德囉 喔 喔 喔 我在想是什麼咧 為什麼要落實這種是抱著 我會 我會殺驗咧 這是什麼 紅標 這是什麼 Oh 浴室的插電 是不是很可愛 這個等一下放在浴室門口 然後一進門的他店 這也超可愛的 這也超可愛的 然後又是一個 應該又是一個抱枕 我在這家店買一件東西 我就會進去給你捧場 我就會在你們店裡面 逛一逛逛逛逛 所以我就會一起 也太捧場了 對啊 這個應該又是另外一個抱枕 請問你跟店家很熟嗎 不熟 但是我就是人很好 哈哈哈 Oh My God 這個很可愛耶 這個 甜點碗 可以掰給我的 這個這個 這放冰淇淋 對不對 好我現在來公布價錢 它是手工的 復古手工 這個要50塊 這要250 然後 喔這家店不便宜喔 但它材質是好的嗎 它材質很好 很扎實 這一個的 踏墊要40塊 大概45 200 這200塊 然後這個的話 58塊 反正說大概200多塊啦 剛剛那個完成價 剛剛那個沥水價 那個才92塊 三四百而已 然後這裡 這個抱枕很可愛 這個抱枕我要猜 我擺到包枕 我發現是很可愛的抱枕 這個是那個嗎 奧利文嗎 澳大利文嗎 沒有啦 那個是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這個抱枕有沒有 很適合女主人 媽媽包枱開不完了啦 你要多去賺錢 其實我現在都有機會 告訴我買了什麼 這才是開包枱的精髓之處 我自己翻夜的日曆時鐘 時鐘時間很日期啊 你家沒時鐘啊 你沒有手機 可是這個 因為我跟你講 我那個吧檯那個邊 它就是一個很尷尬的寬度 你不知道它要放什麼 然後就剛好是一個可以放在那裡的 這個廁所它可以直接替換衛生紙的 黏在牆上 這樣抄這樣抄 很方便對不對 因為你這樣 就是有想要直接黏在廁所 然後客人就可以這樣直接抄 超方便的 而且有這個透明的也很有質感 它有這種長紅玻璃感 這個你會想要對不對 因為這個廁所我覺得 你放一個衛生紙在馬桶上 你的客人在那邊拿掉來掉去的 你一個黏在那邊 然後又很好替換又很乾淨 OMG 來這個 這個你們這樣看 你知道是什麼嗎 洗手台後面 放 水槽 你看它這個斜坡 它會直接把 這裡的水流回洗手台內 有沒有 你有質感 廁所 廚房 那個菜瓜布 肥皂 什麼都放上去 因為那個是會滴水 然後它也可以用掛鉤的 就它還要掛鉤 現在就要這樣是不是 冰塊的 不是 頭髮的 尿筒 沒有頭髮 它這個是它可以耐高溫的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燙蔬菜什麼的話 你把它裝上去 它就直接可以 把熱水倒下去 你的菜都會在裡面的 它的水可以直接放進去 對不對 你就直接一個鍋子就往裡面淋 然後你要的東西就在這裡面 然後水就流光了 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我還特別去查 它確定就是耐高溫這樣子 不然冰水啊 你或是洗什麼蔬菜水果 直接這樣沖 然後水就流掉了啊 這個 這個我拜託大家 這個要買很多片 馬桶的 提 提的 提馬桶的 因為你直接摸那個馬桶不好 我買了很多片 它可以直接黏在那個馬桶蓋邊邊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提起來了 它還有附這個泡棉 就是可以讓高一點 這個包裹今天真的拆得完嗎 它這個你看 它裡面的保麗桶全部都焊掉了 它的燈保護得很 好多保麗桶穴喔 好 我們現在組裝直男上線 有沒有工業感 就有點工業風 對不對 它這個角落也蠻好看的 好 大概 一千塊左右吧 一千塊台幣左右 你們如果真的很想問這個燈的話 私訊我IG好不好 我就會認真找 但我現在來找 貼在門背後 你可以蒐集一些垃圾 不要袋子什麼之類的 好不好 我怕你們還是會 OMG 哇他刀的算扎實欸 他還怕你凹到裡面放兩根木口 有沒有 放在門口 有位子嗎 沒有啊 那個啊 掛勾下啊 累了我真的累了 可以喔 這個壓下去可以 我原本已經訂好 要下訂另外一個人 然後我那時候 要去結帳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這個 我就直接馬上換這個 因為我原本選的是那種 很紅的那種 羊羔龍 最近很容易那種 喔燈我看到了 那個燈是一千三 一三五四 台幣 對 這個台灣應該會賣到三千吧 這個的話是 1096 是不是 我自己去批貨回來賣 都可以賺給 對啊 我都做得下了 噴腿都可以 而且很軟欸 你會怕 不會 他很紮實 好看 因為他可以 其實他可以選 要不要釘木架 剛剛加錢 那我想說 釘木架以後 對 我懶得清那個木架 OMG 好開心喔 我的化妝椅 化妝就是要坐這個舒服的椅子 而且這個組裝很方便欸 這個其實女生都可以自己組了 對 因為他就只是裝腳而已 你要是黃大哥這樣嗎 這樣林就開叫了 你說可以來幫我組裝嗎 組裝啊 我在幫你修柔師騎著 完成 泡妝就想要坐 坐著久一點了 喔 是舒服的欸 OK喔 好險我的屁股剛好很合欸 好看吧 來 猜目測 台灣 台灣大概兩千 2500吧 差不多 2500 這個2500應該也是會買吧 這個我公佈 大家會直接跟我要連結 608塊 蛤 靠別顏色嗎 有 我是定徽色 它什麼顏色都有七彩的 那你連結都上來 呃 請問等一下幹嘛 在工地上吧 這個跟你講 藝術家會瘋掉 這個我要放在我那個黑色的衣櫃 然後再把它往上疊 然後放靠在這裡 對不對 裡面放個馬克杯 放個花瓶什麼的 放香水 對 放香水 它有白色的 有木頭色的 有黑色的 還有 還有有拱門圓形的 我少 而且你看你放狠的 今天也可以 太多了 我怕缺貨 1500你不要買 496會不會買 台幣 台幣496塊 連片不用放來 這個連結不要給 先不要給他 你先給我 這個你擺在地上 這樣都是一個字 對 北歐簡約 IMS 不規則長方形 白色掛飾收納櫃 法式簡約牆壁櫃 客廳吊櫃 它有各種大小的 有很大的 也有這個 你自己看這個尺寸 好我們真的開的包裹太多了 這是一個電視架 我會放我們主完的圖片 然後它的價格 就是這樣子 給你們看 啊如果有任何的舒適的話 就是它如果有任何擦錯 會再給你開 所以我就不開了 因為它這個做工太複雜了 我怕等一下那邊煮來煮去很累 我們現在已經太晚了開太多了 剩下最後這一個 好乾 走開 好乾 很大耶 很大耶 因為我想說我要坐得舒服啊 穩得喔 你這樣會不會只太晚半身 會不會人家要跳吧 我半身要跳 那個椅子算貴的 因為我是選實木的 兩千三 這個如果在台灣買應該要七八千 因為它是實木的 好啦這就是 我其中一部分的這個 淘寶的東西 我覺得 大部分還算是滿意啦 就除了有些那個 像那個保麗龍那個 用得我很煩之外 其他的我覺得都真的 好便宜 如果你剛好需要買些東西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我覺得 真的是可以找到便宜的東西 而且又 就是在台灣沒有看到的 因為這些你要在 蝦皮買也其實有時候 找不太到 不錯 之後買這個大量的直運的話 如果你喜歡看的話 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記得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一次新家開張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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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次 來看一下 谢谢大家